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信念力的这个课程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当然了我们的技巧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重要 但其实这个信念力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咱们在这个生意里边 就是说你相信自己 相信公司 相信你的领导人 然后相信咱们的系统 这就是说每一个当 每一个你需要相信的 不管是人还是公司 都需要你有绝对的这种信念力在里边 假如说你不相信 就是说公司很好 系统很好 你的领导人也很也很努力 很努力在帮你很优秀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的话 真的是你这个生意就会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四个相信 就是说咱们讲的那个六个相信里边 你少一个都不行 那信念力呢会让你的人生从此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前言 如果你的生活中有某些你想得到 却无法得到的东西 你永远可以追溯到一个很糟糕的信念 那它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有很想要的东西 并且呢你生活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但是呢你却没有得到你这个想要的东西 那这个根源呢就是你有一个很糟糕的信念 就是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没有相信你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 那信念里信念呢有创造的力量 也有摧毁的力量 那在这里我就想起咱们耶格系统有一句话叫做 不管你相信你行还是你不行 你都是对的 刚开始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不是特别的理解 但慢慢慢慢在这个生意里 有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 不管是在生活当中 还是在这个生意当中 我就发现真的你看哈 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有的会说 比方说那我这个年龄可能就是妈妈比较多 认识的妈妈比较多 很多的妈妈就会说 哎呀我家这个孩子不好带 哎呀我家这个孩子不听话 哎呀我家家这个孩子就是学习成绩不好 你会发现当这个妈妈 老虎狮子 也一直在这么说的话 麦克风关一下好吗 老虎狮子 老虎狮子 是老虎狮子吗 麦克关一下好吗 对 谢谢 就说 我在就是在这个生意当中 就说有很多妈妈会说 啊我孩子不听话啊 孩子不吃饭 孩子怎么 就是这个妈妈一直在讲这些的话 其实这个 这就是他这个妈妈的信念里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妈妈的观念不改变的话 他这个孩子真的永远就是这样 所以说 他你有创造的力量 也有摧毁的力量 我现在讲的是摧毁的力量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作为老婆 一直会说这个老公不行 如果说一直说这个老公没有用 那你会发现你的老公真的就是越来越不行 越来越没用 你真的你相信什么 你就会说出来什么 你说出来的这些话就会成为现实 所以呢你信念力 他他是有摧毁的力量 那当然他也有创造的力量 就像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边 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不太相信自己可以的 但是因为在学 在这个系统里有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做很多的书都要 都是在告诉你 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你身边的伙伴 你要相信所有的 你要相信 逐渐逐渐 你在这样的意念里边 慢慢慢慢你有了信念的力量 你会发现你这个信念的力量 真的就会带着你走向你想要的那个生活 得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在这里说 信念有创造的力量 也有摧毁的力量 就是不管你相信你行 还是你不行 你都是对的 那第三点就是 如果我想改变结果 你就要改变 你就必须要改变你的信念 你想改变结果 那它的根源就是信念 你如果说相信你可以 你要把你的信念改变成 你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得到 我配得 如果说你觉得你 你不相信你自己 其实你的这种内心的 就是说 内心就是在暗示你自己 我不配 我这里不行 我那里不行 其实他隐藏在里边的一个最深层次的语言 就是我不配 大家想是不是 我前天有听到一个朋友就在讲他 对就遇到的一个伙伴 一个新伙伴 他呢是内心 我能感受得到他内心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 他想改变 他想改变呢 他就回家 那跟他讲了 按理这个生意跟他讲了 耶格系统能把它改变 可以改变他 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他非常的信息满满 就是非常开心的充满希望的 拿了书 借了书 然后他就回家了 他回家了以后呢 就跟他家的先生就说 他想来了解 当然他也说不清楚 就说 就说 说不清楚他了解的这个是什么 因为也毕竟才刚刚第一次了解 那他的先生就说 他的先生就反应特别的剧烈 就说 就跟他讲 你怎么 你怎么能做那个 你被洗脑了 你 你怎么可能做得了那些事情 你又没有人脉 你又没有 其实 因为他反馈过来 跟我讲这些 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 我认识的这个 这位朋友 如果他不从根本上去改变的话 他会一直在他的先生的眼里 就认为 你 你不行 或许 或许再说一句 就是你不配 你不配得到那些 你所说的那些好东西 那个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从 就是说 从内心 这是内心的一个根源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这个伙伴就有反馈到说 他老公非常非常的反对 他书都不敢看 书都还回来了 那我就在想 如果说他今生 就是一直都索能妈妈下去的话 他今生在他先生的眼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什么都不行 他也什么都干不了 他也不配拥有那些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在一个系统里边成长 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仅仅是去看他表面 让我们懂得去更深层次的去思考 所以这个是一件 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成长 好 那我们再看 那他现实呢 现实模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就是现实世界呢 它的基础是原则 那自然法则呢 它的原则是 它的基础呢 是成义性 好 我们来看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点 就是这个现实基础 它怎么用什么图形来代替 首先 我们第一点 就是我们人类的需要 就是要第一 第一点就是最基础的就是要生存 当生存这一点被满足了以后 它才会有那 才会进入到爱与被爱 就是说 才会进入到精神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爱与被爱 然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多样性 第四点呢 就是自我价值的肯定 那它呢 是一个原 如果说 你生存得到满足了 然后你才渴求 这种 精神上的爱与被爱 然后再寻求多样性 然后 就是一个你 自我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一个多样性 然后再有一个自我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如果这四方面你都能够得到的话 那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图片 就是信念之窗 那这个信念之窗呢 就是原则 那这个原则呢 原则就是什么 原则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的东西 你要做 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就肯定是要遵从一些原则 所以这个原则就是 你要遵从这个原则 就是你做事情要在一定的框架里边 这个原则在一定的框架里边 你这个事情才能走上正轨 才能有一个真正的 就是说实现真正你想要的 那第三点呢 就像是一座桥 就是它就是一个规则 如果你怎么怎么样 那么你就能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能做到什么 那么你就能得到这个结果 它就是像一个像一个桥 那第四个呢 就是行为行动 然后呢 行为呢 就决定了你的结果 所以它这个 它这个四个五个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五个点呢 就是当你有了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你遵从一定的原则准则 就是原则准则 然后呢 规则去做 然后呢 你就有了行动 然后你就会有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会反馈到 你的真正的从你初期开始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连环性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的结果就决定了 你是只是仅仅是得到了生存 还是呢 得到了更高一个级别的 这个爱与被爱 然后呢 在于多样性 然后在于自我价值的肯定 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大多数的人 都是在这个生存线上挣扎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 所拥有的基本上都是生存 而不是生活 就是你不想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你不想做 但是你仍然就要去做 你比方说 我经常看到朋友圈里 有的朋友发 就是说 不想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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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想起床 但是你必须要起床 这就是什么 你要去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大多数的人 不想上班 那但是要去上班 因为为了生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 还都在这个第一阶段 就是生存阶段 在这里苦苦的挣扎 那如果说你要进入到 爱与被爱 或者是多样性 就是说发挥你自己的多样性 如果你要进入到第二个 第三个阶段 甚至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遵从一些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呢 然后遵守一些规则 然后呢 你付出行动 你才会有结果 所以我记得爱因斯坦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最大的 就是说人最大的精神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病 就是你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却期待着不同的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干的 仍然就是跟你 只是在干跟你生存有关系的事情 你却期待着财务自由 这个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你想得到生存以外的爱与被爱 然后你要实现自我价值 你首先要是 比方说我们要实现自我价值 你是不是要去往实现自我价值的 这个实现自我价值 你这个目标定好了 你看这个实现自我价值 它有什么原则 它是不是要让你做一些 你原来不曾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原来不喜欢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要有一个成长 首先我们要读书 我们要听CD 对不对 那很多人会说 我也想学习啊 但是你跟他讲 我们有梦想周末 你来参加 他会说我没有时间 很多人想成长 但是一跟他讲要学习 他就说他居然没有时间 这是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 大多数的普通人 大家都是 有脑子 但是不会思考 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能让他带他走向哪里 从来不思考 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上 他就写 脑子是个好东西 但是会用的人不多 我在进入一些个系统 学习了这几年以后 我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 因为我发现 我也是曾经是这样 长了个脑子 但是不会思考 那你想想身边大多数的人 是不是这样 那现在是不是 我们在一个系统里 有了学习了很多东西以后 我们就是会动脑子了 会去分析一些事情 会去思考一些事情 会去反思一些事情 所以你要得到什么 你首先你要知道 得到的这个结果 你要该去做什么 然后你才能真正有这样的结果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他有一个就是说七条的法则 这个自然法则 那第一条的自然法则 就是如果你行为的结果 没有满足你的需要 那么你的信念之窗上 就是有一条错误的原则或信念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图片 就是如果你的结果 你不满意的话 那你的原则是个信念 这个原则的信念之窗上 就是有错误的信念在里面 所以就是等于你走了 虽然你在努力 但是你的行为 但是你的信念是错的 你的信念是错的 就导致了你的结果是 不是你想要的 好 那所以说 首先我们要去行动 我们要行动之前 首先我们要确立自己 你的信念之窗上 你的原则都是正确的 你的信念也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条 第二条的自然法则呢 就是结果需要时间来检验 结果需要时间来检验 我记得就是很多人 就是身边的很多的 不管是有没有在做直销这个行业 就是在做直销的行业的朋友呢 会说 哎呀 这个安利好像太老了 好像太晚了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不懂得这种时间的 时间法则 时间安利公司有60多年 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说明它是已经被时间和实践 已经检验出来了 它是一家生长力非常强的 这样的一家公司 它已经就是说 顺利的胜出了这种自然的淘汰率法则 市场的这种淘汰率法则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像叶格系统 很多人会对叶格系统 就是说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那持怀疑的态度正不正常 正常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来了解叶格系统 所以他会觉得 啊你那个都是鸡汤 那当然 这样想法的人呢 基本上就是说这样想法的人呢 他呢 他的现实生活基本上不是特别 就是说 他可能会赚到一点钱 但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人 就是你看啊 非常成功的人 他都非常相信学习与成长的人 他都是非常非常相信 因为他这个成功如果说 他是靠自己打拼得来的这个成功的话 他是非常相信这种 呃就是说学习与成长的 而且他会非常的懂得 他的这个成功来之不易 嗯 他会非常的提倡 你去学一些东西 但是呃很多人如果说 他没不懂得这个 这方面的道理的话 他的生意有可能会做出来 做了 他的生意有可能有一点点小成果 但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实现财务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啊那好就是自然法则是呃 结果呢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那很多人呢会说啊我们这个是新公司 你会发现新公司呃新公司是大家没有听过好像很新奇 但是呢你如果投入了这家公司 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 你投入进去你就要跟这家公司承担 各承担一半的这个风险 我们都知道如今这个呃经济时代已经是 就是这个市场竞争啊已经不是说激烈来竞争 而是惨烈来竞争了 所以你要呃基本上就是平均十年一个一场金融风暴 现在大家回头想想是不是这个规律 十年一场金融风暴 你的那家公司首先先经历两个金融风暴 先试试看 所以你就说你的投入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就是打水漂 那当然不是说肯定不会成功哈 我只能说你要跟他承担一半的风险 这个就是呃自然法则 你就是说你懂得一个要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呃原则哈 就是刚才我们又回到刚才的你的那个原则的那个呃 窗户上你要懂得去选择 所以又回到那句话就是脑子是个好东西 但是很多人不会用啊呃这个真的是很现实哈 虽然很残酷哈但是真的是很现实也很真实 那我们来看他的呃第三条法则就是成长就是信念之窗的信念之窗上的原则发生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是你不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现状的话 那就说明你这个你的信念之窗上的原则是有地方是需要改变的 那如果你想成长的话那你这个信念之窗上的原则就是需要发生改变 那你想要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那你这一路上你这个信念之窗就是要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这个信念的改变呢 它这个原则的改变它是有一个过程是要走的 所以它是一个路程 那咱叶格系统里边就是说要成长的有个时间 就是我们大多都是普通人哈 针对我们普通人 它是一个两到五年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时间段 那当然了叶格系统说两到五年是达成钻石的一个时间段 那有没有人两到五年达成钻石 有也有很多 但是我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那普通人他有没有两到五年达成这样的一个钻石的这样一个平民的呢 也有 那这个普通人他是拥有了就是说相当的这种信念力 我就想起我以前听李小明老师他讲的那个 他以前讲过那个就是也是关于信念的这样的一堂课 他说那个时候他遇到就是说他之前加入的那个团队呢 是没有不是叶格系统 那他们呢就用错误的方式 错误的方式呢经营下去发现不行 就是团货的方式 就经营不下去 他花了很多钱进去 发现这个没有办法长久经营 然后呢 父母就开始强烈的反对 强烈的反对他从家里就逃出来 他就想 这么好的生意 我相信一定有正确的方式 有正确的方式去经营 一定会有好的方法去经营 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信念力 那我就在坐在镜头前的视频前的每一位伙伴 你再想想假如是你的话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信念力 然后他从家里逃出去 好像就说背了一袋米就出去了 身上没有钱 然后就就出去了 那后来呢 他在遇到一个 他真的就是 通过很多很多做案例的这样的人去打听 去寻找 只要有课他就去听 只要有会他就去参加 他就是在寻找正确的经营 这个生意的方法 他后来遇到了一个系统 遇到了一个系统呢 他就一下子就炸进去了 他就觉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把这个生意做起来的这个方法模式 他后来加进去以后呢 他就开始讲计划 那他讲计划 刚开始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计划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干 他说他讲到第60个计划的时候 仍然没有跟他干 没有一个人加入 大家想想 如果你讲了60个计划 没有一个人加入的话 你还愿不愿意持续下去 但李小明老师呢 他不但没有受到打击 他反而在想 哇 我太优秀了 这么多人 居然我找不到一个跟我一样优秀的人 然后呢 他就继续讲 继续讲 然后他就在想 假如我讲到100个人 还没有人跟我干的话 那我真的是 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他说 那我就是那个百分之零点 那我就是那个百分之一都不到的那种成功人 我就是最优秀的那百分之一 哇 这种信念力 这是一种相当的信念力 然后他就持续的去讲 他会他就说 当我讲到60个几个 仍然没有跟我干的时候 他说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伙伴们 这就 就是说 相比较之下 我们的这个信念力 是不是稍微差了一些 那先 不说别人 就说我自己 我都 我就在 我一边在听 我就一边在想 假如是我的话 我能不能坚持下去 假如是我的话 我会不会有这种逆向思维 这真的就是一种逆大众思维 那我们身边的朋友 是不是 讲了没几个 没有人加入 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事不好干 这个事没法干 对不对 这是我们都是普通人 所以李小明老师 才能成为真正的 耶阁中国的邻居人物 就是他因为他的信念 信念力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好 我们再来看 第四条自然法则 尹呢 就是深层次的 需要 然后不被满足的结果 那我就在想 我的瘾是什么 我的瘾就是 我以前 就是瘾呢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消极的说法 就是你控制不了的 它就成为一个瘾 喜欢跟控制不了 它不是一个概念 那我呢 以前的瘾就是买衣服 那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我这么爱买衣服呢 就是真的就是 你明明不缺衣服穿 但是你仍然喜欢 要去买衣服 而且你会克制不住 问题是你买了以后 你回来以后 并不是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 哎呀 我怎么又买衣服了 它是这样 所以呢 我后来我在想 这个我最深层次 为什么会这么深层次的 没有被满足呢 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穿的衣服 都是我姐姐 就是穿过的衣服 我家里有个表姐 大我三岁 所以我小时候的衣服 就是很少有买新衣服穿 基本上都是我表姐 穿过的衣服 然后给我穿 所以我在想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就在想 我就想起李小明老师 李小明老师 他就讲过 他小的时候就说 有过一双棉鞋的这个故事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都知道 就是他小的时候 到冬天了 他因为跟爸爸一起生活 在城市里 他爸爸给他穿的还是单鞋 他爸爸出差去了 然后呢 老师就把他儿子的一双棉鞋 给 就是他的宇如老师 就给小明老师穿了 然后 从那以后就是 然后这个宇如老师 还让全班的同学写一本 去写一篇作文 叫一双棉鞋 然后呢 还把这个写的最好的 就写他的事情 然后李小明老师就觉得 他觉得这个是一种 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种 就是说 他本人看来这是一种 就是一种屈辱 所以他后来长大了以后 他就特别爱买鞋 他家里鞋特别特别多 我就在想 可能就是说 那小明老师现在 当然他有这样的经济条件 他可能隐 就是说不是隐 他可能是喜欢 那像我呢 我就在回想 我以前 就是可能我的瘾 就是来自于 我小的时候的那一段经历 那现在呢 因为在系统里不断的学习 那我这个瘾 是已经克服掉了 我就觉得 我完全可以做到理性消费 但是我还是喜欢买衣服 但是不是成瘾的那种 所以就说 真的是 你最深层次的需要 没有被满足的 这样一个结果 很庆幸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让我们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认知自己 那第五条呢 自然法则就是 如果你的自我价值 是取决于一些外在的东西 那你就有大麻烦了 那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起很多人 就说 很多人喜欢用 纯粹的名牌 来包装自己 那我倒觉得 名牌呢 不是坏事情 不是说不能买名牌 只是如果说 你对于买名牌 变成一种瘾的话 因为我记得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赚钱都不多 他呢 因为是住在家里 就是赤住都不用自己 出钱的这种 所以他每个月的工资 就是买名牌 所有的钱都去用来买名牌 勒紧裤腰带 去买名牌 那我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就是每个人的消费的观念 那其实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呢 他就是希望能从名牌 就是说 来补充他 内心缺失的一些东西吧 所以在系统 就是说 他这里就是自然法则说 如果你的自我价值 是取决于一些外在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有大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 就是非常可怜的事情 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因为大家价值观不同 我也没有办法 一直跟他去消费名牌 所以慢慢慢慢 就是距离就越来越远 后来就不联系了 所以我们的价值 一定不是取决于一在 不是取决于一些外在的东西 而是你内在的 你能给别人提供什么东西 那是取决 那是你才是真正你的价值 那第六条自然法则呢 就是当我们的行为 可以长期满足我们的需要 你会感受到内心的平静 那今天我看到这一点 我就在想到 真的 我现在就有那种内心的平静 真的非常有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相当焦虑的人 为什么会脾气暴躁 就是因为你焦虑 你对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脾气暴躁的人 我们大家 不管是你的身边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 就是说身边的朋友 你可以去包容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对未来有不确定性 他虽然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呢 他就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 才会导致了他的这种不平静 所以我们在耶格系统里面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边 你在你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行为 当你发现你在做的事情 能够给你越来越带到满足你 你的需求 那我的需求呢 就是我想有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当我在这里边的行为 开始逐渐逐渐 开始给我的生活的面 开始给我带来的 越来越广的面的生活的时候 我真的开始内心有一种平静 那虽然我还没有走到 这个财务自由的这个阶段 但是呢 我内心的那种平静 我就知道 我肯定可以达到 我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是从零走到了今天 虽然还没有走到一百 但是我相信我离一百的距离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伙伴们真的 做这个生意 在这个系统里学习 从事这个生意 真的会给你带来 所有你想要的 你想到的 你想不到的 都会满足你 那第七个自然法则 就是当出现两条冲突的原则的时候 心灵会自然而然的寻找和谐 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法则 不管是你内心的去寻求一些妥协 还是去寻求一些 就是说外界的帮助 那你都是在寻找一种和谐 那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就是使用现实模型的五个步骤 就是他给你出了五个步骤 就是让你怎么样能够去 实现你这个基础 那第一步呢 就是承认生活里有痛苦的区域 我发现 包括我自己 曾经的我 就是说有的时候 只是会去躲避一些痛苦 就是去躲避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就逃避嘛 对吧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去觉得去做一些 就是说有挑战的事情 会让你觉得痛苦 那如果你去逃避了一些 有挑战的事情的话 那这些挑战的事情 往往是能给你带来价值的 能给你带来一些 你想要的东西的结果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成功的逃避了 你需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呢 你在卖上第一个台阶呢 就是承认生活里有痛苦的区域 就算是钻石 他的生活也是由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每个人的生活就是 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的一生就是在解决问题 那如果你能够正面的去面对 承认生活里有痛苦的区域的话 那你就会很坦然 你就知道 哦我要去面对 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去解决 我这个生活遇到的痛苦 那生活遇到的挑战 如果你能够正面的去面对的话 很多事情其实就已经不是挑战了 因为你在正确的面对的话 你会去积极的寻找方法 事情就能解决 如果你不去面对的话 你在逃避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意愿去寻找方法 所以这个问题永远都是个问题 你是绕不过去的 今天可能在这里绕过去了 可能过了几年以后 你又遇到了 那好 我们接下来 再看第二个步 就是接受自己正式造成痛苦的罪魁祸首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拷问你内心拷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拷问你灵魂的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接受 是你造成了这个你的痛苦 你是罪魁祸首 刚才说了 如果你能真正的面对你自己的问题的话 你就能接受 是现在的你 是现在你的认知造成了你的这个痛苦 如果你的认知提升的话 很多的痛苦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这个呢 只有是在你自己有这样的环境 那我们呢 是有一个系统这样的环境 提高我们的认知 然后提高我们解决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呢 再有安利这样一个生意 他能够给你解决你现实当中的 时间和钱的问题 所以呢 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 你所遇到的一些痛苦 那当然 人认知提升了以后 你不一定 就算你还没有真正的财务自由 你仍然都有解决痛苦 就是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首先你要意识到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在你这里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在你两个耳朵之间的这六寸 你的思考 你的认知 你形式的原则 全部都是由这个大脑决定的 所以接受 那你接受了以后 你才会去走第三步 问自己是什么行为导致的现状 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刚才我第二步 我都已经解答了 那第三步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自我的认知 你要先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别人 如果一个人 他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话 他都不了解的话 更何谈去了解别人 那我们都知道 如今这个社会 你要想把生意做大 就是绝对是要跟人有人际交往 你能做好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话 你的生意 你才能够做大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连自己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的话 你怎么去认识别人呢 所以要问自己 是什么行为导致现状 那又为什么是这样 那第四步呢 就是采用一个能够长期满足你的心理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信念 采用一个能够长期满足你心理需求的 一个新的信念 那这个信念去哪里寻找 这个信念在耶格系统里就有答案 在安利生意里也同样有答案 那当然他如果两个一结合 你就真正的能找到你想要什么 你的心理需求 那第五步呢 就是把新的信念当做是真的一样行动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相信 你相信你在这个生意里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你相信你在耶格系统里可以成长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把新信念当做是真的一样行动 你不光要去相信你要每天的对着镜子 跟自己说我可以 我可以做到 那虽然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你嘴上是在说 但是你心里可能并不一定相信 但是你要相信这个时间的力量 重复的力量 你如果每天都对着镜子说 我可以 我能做到 我可以 我能做到的话 多了不用 你先试个21天 你的这个信念 你绝对会往上踏一个很高的这样 往至少往上踏一个台阶吧 那你 你嘴上在说 然后你一边在行动 你这个 就是说你相信的事情 你想要的结果 它就会发生 那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 结语哈 我觉得他这个结语真的讲的是太好了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 没有逻辑 自我为中心 不管怎样 你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 动机不良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友善 那讲到这里 我就在想 我们有时候去传递这个声音 是不是有很多人会误解你啊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心里会有一个 就说觉得 哎呀他会怎么想我 他会怎么样的话 他会觉得 是不是会觉得我动机不良 是不是以为我要 以为我要削他 不要这么想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友善 就是你还是要该做 你该做的事情 当你功成名就 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 和一些真实的敌人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诚实的 率直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多年来 你营造的东西 有人在一夜之间 把它摧毁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去营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 他们可能会妒忌你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 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做善事 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 给了这个世界 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 不管怎样 把你最好的东西 给这个世界 大家 我就在读这一段 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 里边所说的 其实就是 就是说 不断地去做你自己 做你该做的 做你自己 你真的就会成为一个 站在非常非常高的 高度的 有高度的一个这样的人 也就是一个真正的 内心 自信 平静 幸福的人 人的内心 平静 幸福了 人生就没有什么 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